美国最高法院的变性人参军禁令 美国最高法院的诉讼,仍可继续在联邦法院进行。据美国媒体报道,美最高法院当天以无彼此的票数通过了这项决定。 五张支持票,全部来自博手派大法官。 美国防部于2016年6月,宣布解除变性人服役的禁令。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这一政策,并签署被忘录,禁止大部分变性人入伍,但同时也给国防部保留执行自主权。 这项禁令规定,被诊断出患有性别焦虑障碍的个人,出手术的例外情况外,不能参军。 特朗普政府此举因涉嫌歧视变性人而保受批评,并被读个联邦法院才决为不合法。 快信比权力的支持者认为,政府致迷于让军队摆脱变性人的行为是残酷之举。 而最高法院的决定,将让那些已经提起诉讼的变性人,面临被迫退出军队的局面。 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当前发布声明,对最高法院的采决表示欢迎。 五角大楼表示,变性人均仍将得到有尊严的对待,允许国防部实施必要的服役政策,有助于确保美军在全球范围内最强有力的作战能力。 美联社报道称,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估计,美军现役部队终约有9000名变性人均仍。 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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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�。 阇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